我的直觉告诉我 美国将在2025年与中国开战 说出这些话的不是别人 而是美国空军私心上将迈克 米尼尔 这句话从迈克的口中说出后 马上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中美两国是否会在2025年开战 一旦开战 最终谁将取得战争的胜利的话题 马上成为了网络上的热搜 网友对此众说纷纭 莫终一世 今天我们就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作为美国空军后勤司令 堂堂四星上将 迈克的每一句话都足以牵动世界的神经 自然不会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既然说了这句话 那就必然有他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绝对不会是向中国展现美国的肌肉 上一个把作战计划和作战日期 在媒体上公布开来的美国将军叫迈克阿瑟 结果他得到的战果 就是被志愿军打得鼻青脸肿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 除非是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否则 绝不可能把作战日期明明白白地公开出来 今天的美国虽然依旧领先于中国 但他绝对没有这种狂妄的资本 说出这种话 除了引发中国的警惕 提前备战 增加他们获胜的难度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 他如此叫嚣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 这是他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强硬姿态 来遮掩色力内人的本质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流浪气球事件 中国气球误入美国引起轰动 但美方外交部门处置失当 他居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 向全世界哭诉 谴责中国对他的冒犯 这要是其他国家 确实是能够受到他国的同情 但是美国不一样 这就好比大灰狼欺负了小绵羊 动物们一般都会站在绵羊一边 谴责大灰狼的残暴 但是你美国自己就是那头狼 你被绵羊欺负了 还好意思满世界的哭诉 这非但不会受到他国的同情 反而会让别人看到你的软弱 从而更加的侵蚀你 美方为了弥补这个错误 便把气球打了下来 这与迈克的发言 有异曲同工之秒 那便是 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强硬姿态 遮掩色力内人的本质 只要仔细看一看 这开战日期就明白 美方的心理 其实也是虚得很 2025年正好是美国总统的 换解之年 那时候已经85岁的拜登 大概率已经不在台上了 就算到时候没有开战 他们也可以轻轻松松的 把责任推卸掉 说那是前朝的事与本朝合干 他要是说2023年 或者2024年开战 那倒还值得我们重视 可2025年 大家就别太认真了 虽说美方是序章声势 但是笔者还是要回答 大家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中美两国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会打进来 自2016年以后 关于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件事情 已经渐渐成为一种共识 无论中国再怎么宣称自己是和平崛起 可是我们这么大的体量摆在那里 在美国看来 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我们愿不愿意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大家认为你会打 时局也会逼着你去打 中国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用易经的话说就是祸跃在渊 要么跳过深渊 实现飞龙在天 要么彻底沉沦 万劫不复 想要原地踏步 安享太平 在国际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不太现实 那这一战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 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 是冷战还是热战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明白 当今中美两国的实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明白中美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斗争 现在中国对于美国的情况 是守则有余 功则不足 在近海1200公里的范围内 以中国的海军实力 配合上陆地的火力支援 我们面对美国海军的来返 可以稳操胜券 这个观点不是笔者自吹自擂 而是美军方自己说的 但是 一旦脱离这个区域到远方作战 中国则不是美国的对手 因为远海作战 最重要的是后勤补给和舰艇的续航能力 而要满足这两点 必须要在海上的岛屿设置补给点 现在我们在海外只有一个吉布体基地 跟遍布世界的美军军事基地 完全没有可比性 所以 我军想要在远海打败美国 胜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现在的中国没有去挑战美国霸掘的心思 至少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 在这种状态下 守则有余的军事形势 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对于美国来说 情况就变得很尴尬了 因为它是属于进攻的一方 它要遏制中国崛起 那它就不能防守 可是 在中国的近海作战 它又没有胜算 而要打断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 靠贸易战 靠芯片断供是不行的 必须要用武力 这种谁也奈何不了谁的状态 又注定武力不可行 所以美方不会轻易对我们发动进攻 故而 只要不触碰美国的底线 不让它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它是不会冒险去打一场 没有把握的近海作战 那么美国的底线是什么呢 一共有两条 第一条是美元 这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根基 也是中美两国 目前还能够在斗争中求合作的基础 当今世界 美元有三根支柱 中国 日本 沙特阿拉伯 因为这三个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债务最高 在这三个国家之中 中国又是最粗的一根支柱 另外 当今世界有三个超级大市场 分别为中国 美国 欧洲 现在欧盟的大部分对外贸易 都用它自己的欧元结算 若是连中国都抛弃了美元 那么美元只是一个区域货币而已 没有美元对世界各国源源不断的收割 美国的霸权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霸权一旦坍塌 美国会不会变成54个国家 都是一个悬念 所以现在中国的去美元化都是一点一点的来 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跟美国做切割 而不是一下子改弦更张刺激美国 美国的第二条底线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绝对不能爆发在中国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大改革 进而使得所在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力拉开差距 形成降位打击 所以 一旦发现中国又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的苗头 美国一定会不惜一切手段打断 就像对付华为5G一样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 战与不战就由不得我们了 毕竟历史上的霸权交加没有一次是和平的 英国从荷兰手上接过霸权 是打了四次英核战争 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霸权 背景是一战和二战 所以 中美之间注定没有和平交接的可能性 甚至期间所造成的血雨腥风 要远生于一战和二战 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了 到底能不能打赢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一旦打起来 两国都是输家 中美两方都有着对方无法比拟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 就是我们庞大的人口和超强的工业能力 一旦开打 我们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可以像下饺子一样生产舰艇 导弹 飞机 在兵器方面 面对已经工业空心化的美国 我们有十足底气 美国的优势 则是它的全球霸权 以及它的盟友体系 它可以利用盟友的工业体系 为它生产战争所需的飞机 大炮 舰艇 它还可以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从非洲 拉丁美洲 中东 欧洲等地区 源源不断地抽取资源 投入战争 而中国呢 只能用人民币从本土榨取资源参战 以异余之地 对抗一个拥有世界霸权的国家 胜算是很渺茫的 有朋友会问 前面不是说我们近海无敌吗 怎么还会胜算渺茫呢 要讲清这个问题 我们要说说战略与战术的区别 战术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夺取一场战争的胜利 而战略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的优势得到增加 敌人的优势得到削弱 如果能够使自家的战略优势得到增加 那么哪怕你使用战术失败作为代价 也是没关系的 比如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在打败仗 反观日本人每次都能取得战术胜利 可结果呢 日本得来的是战略失败 而我们则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如果美国来近海与我们开战 就算每一场战争它都打败了 可是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战略优势呢 没有 只能白白地消耗国力 只要战争一天不结束 我们的战术胜利就不可能转化为战略优势 所以到时候战争的比拼 不再是战场上的胜负 而会变成拼资源 可我们前面说了 美国能调动世界资源 而我们只能调动中国的资源 既然如此 美国为什么还不尽快与中国开战呢 因为开战后 我们虽然会迎来战略失败 但是美国自己也不会迎来战略胜利 调动世界资源 虽然是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一个特殊技能 但是每次使用所付出的代价 也是非常沉重的 我们举个例子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国力上已经超过了当时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 并且在陆地战争中 德国面对英军几乎是美战必胜 可那又如何呢 英国依靠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地 可以源源不断地调动这些地方的资源 填充它的战争机器 而屡战屡胜的德国则因为弹尽良绝被迫投降 这让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德国人非常不服气 他们不明白 明明在战场上不断获得胜利 为什么要投降呢 是不是内部有坏人啊 德国投降了 可英国胜利了吗 也没有 作为支援战争的代价 英国默许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殖民地成为自治领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再次需要他们的帮助 结果这些自治领就变成了独立国家 而随着这些国家的独立 英国的霸权也成为了昨日黄花 所以英国和德国都是一战和二战公认的输家 而且还是最大的输家 现在美国要发动世界资源来围剿我们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英国已经明明白白给它示范一次了 所以美国的这个绝招相当于游戏中的限定技能 使用次数是有限的 用完就没了 很可能连美国自己也跟着没了 美国不想做第二个英国 中国也不想做第二个德国 现在双方都在极力避免这一点 可是如果不能够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掉对方 那么历史最后还是会不可避免的重演 最后得力的只能是俄罗斯 欧盟 印度这些第三方国家 毕竟两只庞然大物倒下了 他们空出的生态位将会养肥很多人 办法自然也是有的 而且这还是美国人自己的成功经验 二战前美国在欧洲扬古纳粹 在远东扶持日本 结果德国冲击英国本土 日本摧毁其远东殖民地 彻底榨干英国国力 战后 美国又大力支持殖民地独立运动 让33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土崩瓦解 在避免与英国正面冲突的前提下 兵不学任夺取霸权 现在的情景和气相似 美国就如同一棵扎根百年的老树根深蒂固 想要一下子把它拔除 那是不可能的 而要想拔掉一棵树 就必须得不停地摇晃它 等到树根和泥土松动了 在猛的发力把它连根拔起 具体的办法就是学习 美国当年给英国霸权到处点火的做法 让它到处救火 忙于奔命 正所谓秦师其路 天下共诛之 一个世界霸权的存在 必定压制很多地方势力的野心 当这个霸权开始衰弱的时候 那些牛鬼蛇神也必将蠢蠢欲动 所以点火策略完全可行 以之有实力且有野心的势力为 美国同宗同源的亲兄弟欧洲 被美国加速到墙角的俄罗斯 怀揣着奥斯曼荣光的土耳其 对印度洋垂涎三尺的南亚大国 雄心勃勃的大波斯 还有被压制了七十多年的日本 至于如何顺应他们的需求 刺激他们的欲望 那就不是笔者可以妄言的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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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